公元237年 原本臣服曹魏 但实际高度自治的辽东太守公孙渊 不知道哪个神经抽搐和孙权搞起了暧昧 还对曹魏使者恶言相向 于是魏明帝曹瑞就准备教训一下公孙渊 而幽州刺史冠秋简也是个马屁精 他不断刺激曹瑞说 陛下继位以来 还没有立下可载入史册的功劳 辽东正是用武之地 曹瑞被拍得飘飘然 马上让冠秋简前去收拾公孙渊 冠秋简率领大军 吭吱吭吱跑了一千多里 终于来到了辽隋 但他运气忒背 恰好遇到了连将十几天的大雨 辽和大涨 于是出战不力 率军返回右北平 公孙渊打败卫军之后 马上蹬鼻子上脸 自立为燕王炙烈百官 曹瑞这一路 第二年正月又召回司马懿 命他领兵四万讨伐辽东 大臣劝阻道 四万兵马太多 军粹怕难以为继 曹瑞回道 四千里远征 虽说要出其制胜 但也应该依靠实力 不应该斤斤计较 出发之前 曹瑞问司马懿 公孙渊会用什么办法 应战我军 司马懿答 气称逃跑上侧 在辽东的各个城市 阶级抵抗是中侧 誓死保卫相平是下侧 按照公孙渊的智商 肯定选择下侧 先在辽和抵御 然后退守相平 曹瑞又问 往返需要多少天 司马懿答 行军一百天 攻占一百天 返回一百天 六十天休息 一年时间足矣 不得不佩服 司马懿的判断 和后面的剧情 几乎一模一样 二月 司马懿率军 路过家乡温县 和父老乡亲 喝了一同之后 故有心潮澎湃 做了一首阴影歌 天地开辟 日月崇光 遭遇忌讳 碧利侠方 江扫群慧 还过故乡 复清万里 总齐八荒 告称归老 戴罪舞阳 前面的几句意思是 我一定不会辜负领导的期望 灭了公司渊那小子 后面两句的意思是 领导请放心 我不会功高盖主 回来就辞职 返回封地舞阳 哎 真的是 周公恐惧 流言日日 王莽 千功未窜时 像是当初身变死 一生真伟 负谁之 六月 司马懿率领大军到达辽东 公司员命令大将军 碑野 杨作 率领数万步骑兵 囤住辽随 并在城外挖了一道 长达二十多里的壕沟 猪将想要攻城 司马懿却说 丁之所以坚守不出 是准备把我军托死 如今攻打他们 正中他们下怀 丁主力在此 他们的老超一定空虚 我军可直接攻打相平 一定能够取胜 于是司马懿下令 在南边竖了很多战棋 假装要从南边渡过辽河 碑野果然上当 率领全部精锐 跑到了南边 准备半渡而机制 司马懿的率军 偷偷的溜到了北边 从那里渡过辽河 直接杀向了湘平 碑野大惊 火速率军北上 准备掏卫军后定 但司马懿早有准备 连续三次大败碑野 碑野只好跑到了湘平城中 不敢再战 司马懿领兵即进 准备瓮中捉鳖 但是包围圈还没有扎岩 老天爷又下起了大雨 而且一下就是一个多月 以至于平地上的积水 都有几尺之身 三军恐惧不安 纷纷吆喝着 要把营债签到更高的地方 但司马懿身子不背霸 下令说 再敢沿牵引者 斩 都都令使 张静表示 于静当年也是这么狂 关于水焰七军美名羊 司马懿大骂 仰你个头啊 于是将其斩首 三军肃然 又有人给司马懿出主意 尽一仗水势 还到城外砍柴放牧 不如趁机揍他们一队 捞点物资 起不更好 但司马懿仍然不同意 行军司马陈规 又来劝说 以前您攻打上勇 八支军队同时进阀 昼夜不停 所以只用了十六天 就攻克奸城 斩杀梦达 如今远征 却不主动进攻 让我十分疑惑呀 司马懿解释说 当年梦达虽然兵少 但粮食足够 支撑一年 我军将士 虽然是梦达的四倍 但是粮食不够 维持一个月 以一个月攻打一年 怎能不快攻 哪怕丧尸一败士兵 也应该去做 所以我不顾死伤的强攻 是与粮食竞争呀 如今 底中我寡 低级我保 况且余水如此之大 如何速战速决呢 我不担心敌人进攻 只担心敌人逃走 现在敌人粮食 即将耗尽 但是我们的包围尚未完成 如果掳掠他们的牛马 袭击他们的侨服 他们必然逃走 贪小力 而把他们吓跑 不是好的计谋呀 陈龟听吧 不由的竖起了大拇指 当年七月 老天终于放情 司马仪令卫军 火速包围相平 开始四面猛攻 先是骑土山 往城中射箭 接着挖地道 准备潜伏 最后用冲车 直接撞煤 总之 昼夜不停 蒙攻了一个月 也不知道为啥 相平成立的粮食 那么少 从六月打到八月 粮食就没了 开始认吃人 公孙元惊恐不已 派自封的相国 王健等人 前去弃乡 司马仪不许 将其全部开杀 公孙元不气馁 又派世中慰言 告诉司马仪 愿意派人质到洛阳 司马仪说 能战当战 不能战当手 不能守 当走 公孙元不愿意 反绑双手投降 就是决心去死 我不要你们的人质 几天之后 相平成果 公孙元和其儿子 率领数百骑兵 向东南突围 但被卫军勤货 随后备斩 司马仪进入相平城 诛杀公卿官员 两千多人 并将城中 十五岁以上的男子 全部屠杀 诸为经官 不久 辽东 戴方 勒浪 玄兔四驱 全部被平 十月 司马仪率军返会 准备履行 他出征时的诺言 告称归老 带贼舞阳 但是他走到白屋时 突然收到了一条 曹瑞亲手写的诏书 兼侧戏望道 道变直拍阁入 是五面 司马仪心都已经 意识到大事不妙 连夜狂背四百里 终于赶到了洛阳